两个网站同时获得Google AdSense的批准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 在这个影片里 你不仅能够学会能让网站简单通过AdSense审核的12个小技巧 同时你也有机会能够赢得免费通过Google AdSense审核的 在这边先做个回顾 我在此前创建了一个名为威洛斯的英文博客网站 以及名为Axaroxo的日文博客网站 而创建时间分别是9月15日与23日 这两个网站都建立在Google提供的Blogger 并且双双在10月13日获得AdSense的批准来获利 你可以回看之前的12部教学影片来了解我都做了些什么 而这一部Google AdSense教学影片 是前12部影片所有过程的总结 主要是关于我是如何在博客创建的30天内 让AdSense批准我的网站的重点 此外我也在这个教学里使用一些游戏 以及影视片段当作例子 当中包括宝可梦 我的世界 以及顶级厨师等等 也许有些人可能不明白我用的例子 但不必担心 我都会在例子后面提供足够的解释 让你了解我的想法 还有 有些时候我会使用一张缩图 颜色圈圈 以及数字来提示 所有我在影片里面提到过的 AdSense教学影片和文章 这样你能够在描述栏里的副卢链接里 找到对应的教学 开头到这里好像有些超时了 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你将会学到如何在2022年 让网站快速获得AdSense批准的12种小技巧 在你开始写内容之前 需要先好好了解这两个工具 分别是Google Search Console 以及Google Analytics Google网站管理员内的工具 以及报告可帮助你监控网站的流量与表现 解决内容索引的问题 并确保你的网站展示在Google搜索结果中 同时 谷歌分析是谷歌提供的一种网络分析服务 主要用于分析和观察网站流量 因此 你需要这两个工具来帮助你获得Google AdSense的批准 并且帮助你正确地建立一个网站 你必须创建Google网站管理员 才能够开通AdSense的获利资格 因为你需要Search Console 来要求谷歌为你的网站 以及内容建立索引 主要是透过Google网站管理员的 要求建立索引功能 此外 我也强烈建议你也注册一个Google分析账号 尽管它并不影响Google AdSense 审核你的网站的整个流程 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最近我才发现 我并没有为Axeroxo建立Google分析账号 但Google AdSense依旧批准我的网站 结论就是 你必须注册Google网站管理员 才能通过AdSense的获利审核 也强烈建议你为你网站注册一个Google分析账号 YouTube上有许多教学影片都说 使用自定义的网站模板 才能够为网站获取Google AdSense的批准 来收取被动收入 说实在的 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 我认为自定义网站模板 并不适合应用在Google AdSense的申请 尤其是对于一些博客初学者而言 我就用Blogger来当作例子 在网络上有许多网站提供各种精良 功能齐全 且免费的自定义网站模板 来供大家下载使用 然而 你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 自定义网站模板的设置 尤其是在和Blogger提供的 基本模板相比之下 更何况 如果你是不了解HTML或CSS的新手 那么所需的时间一定会不少 同时 你还得完全了解网站上 正在应用着的模板 并确保它能正常运行 否则Google AdSense 会因为模板设置的失误 而拒绝你的网站的审核申请 更让我感觉惊讶的是 还有一些油管影片声称 他们有提供所谓的 能够获得Google AdSense批准的最好网站模板 千万别相信这种鬼话 因为世界上完全没有这种东西 想象Google AdSense的获利审核 是个烹饪比赛 而网站模板就是你的参盘 你需要在确保盘子里 没有裂痕和污渍之后 才能上菜给比赛的评委 也就是Google AdSense 无论你的盘子是陶瓷 锅里 铁 铁 还是钻石做的 评委评价的是食物 不是盘子 想象看 无论在任何盘子里 你给评委的食物都是烂的 你觉得评委们会如何回应你呢 听好了 Google AdSense完全不在乎你使用的网站模板 无论你的网站模板是免费的还是顶级的 是SEO friendly还是Apps friendly的 你的网站只有在符合AdSense的合作规范下 才能够开通获利资格 只需要确保网站能够正常运作 并且能够为用户提供良好的导航 就是使用网站模板时所需要的注意事项 此外 简单的网站模板就足够让你的网站开通 Google AdSense的获利资格 如果你不信 截至目前为止 威洛斯和Axeroxel这两个博客网站 到现在还依旧用着Blogger提供的免费模板 你可以去游览这两个博客网站 看看Google的广告是否有出现在这些网站 就能知道我说的到底对不对 总结就是 这世上没有所谓能够获得Google AdSense批准的网站模板 如果你是新手 建议你还是使用基本但实用的网站模板 可能你们不知道 你可以毫无顾虑且自由地更换网站的模板 但前提是在你的网站通过Google AdSense的批准后才能这样做 而且通过批准后 AdSense也不会因为网站模板设置上的小失误 而让你的网站停止展示Google的广告来赚钱 然而 若是失误出现在Google AdSense批准你的网站之前 那么AdSense很有可能会因为一些合作规范违规行为 而拒绝网站的获利申请 当中的违规行为包括有价值的广告资源上载建设中或是网站行为导航问题 而我也会在影片后半段列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本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去到下个篇章 为网站写重要页面 在设置好网站主题Google Search Console以及Google Analytics账号后 你可以开始为网站写一整套的重要页面 这些重要页面主要有关于我 联络处 免责声明 隐私权政策和使用条款等 首先 我会大概谈谈需要写在重要页面的事项 之后 你可以通过说明栏里的链接免费下载这些页面的模板 并自由地使用它们 关于我页面主要是用来介绍你自己和你的网站 确保它看起来像个简单的简历 这个页面可以包括学历 个人成就 专业资格 或是工作经验 对了 千万别在关于我页面里 瞎写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比如宣称你的网站会提供第一手资料 或是说我会努力提供高质量内容 这样的写法是毫无意义的 而且会让你的网站看起来不可靠 因此 你只要在编写关于我页面时 保持真诚 简单明了 并且提及的经验或成就和内容吻合就没问题了 而联络出页面是一个提供给读者来提问和寻求意见的通道 它主要是向网站的用户提供有关如何与你取得联系的信息 其他重要的网站页面 例如免责声明保护你的网站 免受法律索赔 隐私权政策页面详细说明了访问者信息的收集方式与应用 而条款和条件页面设置的用户 游览网站的一系列准则 尽管这些重要页面在网站建设阶段上是属于重要的一环 但它们在让网站通过Google AdSense批准上 并没有太大的功能 我知道YouTube上有许多教学影片都说你需要提供完整的重要页面 否则AdSense不会批准网站的获利资格 但是在几个月前 Google虽然没有为我的网站的几个页面建立所以 但AdSense还是批准它来展示广告 甚至有些网站没有这些重要页面 但还是能够通过AdSense的获利审核 因此根据我的观察 重要页面对于你的网站能否获得Google AdSense的批准来说 可能并没那么重要 若想要保险起见 你可以使用资讯栏里的链接或观看博客 AdSense教学系列的第三部影片 将我在这些教程中显示的重要页面复制 并粘贴到你的网站中 使用与其他网站类似的重要页面并没有问题 除了关于我页面之外 那么想怎么用这些重要页面就怎么用吧 刚才忘记说了 你需要先遵守两个基本需求 才能透过Google AdSense 从WordPress或Blogger网站中获利 首先 参与Google AdSense的最低年龄要求是18岁 其次 你需要有一个尚未与任何Google AdSense账号关联的Gmail账户 但你不一定要年满18岁 才有资格注册Google AdSense账号 只需确保你的Google账户设置中的生日 设置成让你至少年满18岁 这样当你为Blogger或WordPress网站 创建Google AdSense账号时 不会有年龄验证或任何阻碍 我不确定YouTube的AdSense账号注册过程 但应该和网站是类似的 虽然你不必年满18岁才能开设Google AdSense账户 你仍需要年满18岁才能收到Google AdSense的收入付款 因此 如果你距离18岁生日只有几个月 像是二到三个月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你的名字注册一个Google AdSense账号 不过 如果你距离18岁还很遥远的话 那么为网站或是YouTube频道开通获利功能 最好的方法就是以你父母或监护人的身份 注册一个Google AdSense账号 除了申请人的年龄 有很多Google AdSense的初学者 可能对网站年龄也有一些疑问 例如我的网站需要建设多久 才能让Google AdSense批准 或一个博客应该至少建设超过六个月后 才能获得Google AdSense批准吗 你可能会发现很多人都在问 有关于网站年龄的问题 尤其是在Google AdSense的社区和Qual等网站 所以网站年龄确实是许多初学者 对于开通Google AdSense获利的主要疑惑之一 在这些问题当中 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有些人说你的网站 必须至少有三个月大才能注册AdSense 甚至一些AdSense的产品专家说 网站年龄需要在六个月以上才能有资格 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谁呢 而我的观点是 你不必担心网站年龄 将如何影响Google AdSense批准你的网站 我接下来会根据自身经验 以及AdSense的指南来做一个透彻的讲解 几年前 Google AdSense确实对于一些地区设置的网站 有网狱年龄的需求 我最近刚好找到这个要求 它是这样写的 在某些地区 包括中国和印度 我们要求发布商必须启用自己的网站 至少六个月才能参与AdSense 我们采取这一步骤 是为了确保我们广告网络的质量 并保护我们的广告商和现有发布商的利益 但是 Google AdSense已经对网站年龄 至少超过六个月的要求做了一些调整 在2019至2020年间 AdSense悄悄将它从加入 AdSense计划的资格要求页面中删除 因此 Google AdSense不再对网狱年龄设下任何要求 从那时起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所有网站 都有资格参与Google AdSense的计划 无论是新创建的博客 还是经过数月或数年精心开发的网站都能参与 在这个Google AdSense教程系列的第十二部影片中 你可以看到我大多数的Blogger网站 在大约一个月大时就获得了Google AdSense的批准 Axoroxo内容主要是金融和精算考试的日文博客网站 是我最快通过Google AdSense批准的网站 它从开创到开通AdSense的获利资格 只用了22天5小时 网站年龄还不足一个月都能够展示AdSense的广告来赚钱了 所以根据我这个活生生的例子 网站年龄不再是让Google AdSense批准网站的因素之一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 所以别担心网站年龄是否会影响你了 任何网站一经创建 就有资格获得Google AdSense的批准 但先等一等 这并不意味着Google AdSense肯定会批准新创建的网站 为了让你的网站能够获得Google AdSense批准 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撰写和发布十多篇包含高质量内容的博客文章 那么高质量内容是什么意思呢 每个人都可以写内容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符合Google AdSense期望的高质量内容 更何况总有一些人声称自己的内容很出色 但实际上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一堆无用的垃圾内容 为避免Google AdSense因内容质量问题拒绝你的网站 我将在高质量内容章节中讨论三个主题 它们分别是禁忌内容 低价值内容 以及优质内容的特点和格式 现在让我们从第一个主题开始 任何网站只要有以下的内容都会被禁止展示Google的广告 这些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非法内容 危险或诋毁内容 色色内容 促成不诚实行为的内容 如软件的黑客或破解教学 你可以在说明栏内的链接下 找到Google发布商政策中的所有禁忌内容 最近我还在谷歌AdSense的社区中 发现了一个关于禁忌内容的帖子 这是一个人和几位AdSense产品专家之间 关于在色色内容网站上 获得Google AdSense批准的讨论 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看看他们的谈话 但永远不要在公共场合点击这里的网站链接 因为你们大概都知道为什么 此外 真不知道为何会有人能够说出 这种如此不合逻辑的话 按照这个人的逻辑 打人可能未必是犯罪 只因为反腐败法中并没有禁止 结论就是 不能就是不能 说多了也没用 Google AdSense 绝不会接受任何包含禁忌内容的网站 尤其是这种色色网站 在其上展示Google提供的广告赚美金 除了被Google禁止的内容 Google AdSense 也会拒绝大部分网站的获利审查申请 尤其是当他们在网站上检测出低价值内容 那么什么是低价值内容呢 过去几个月 我已经多次对于低价值内容提出看法 当中包括发布了几篇文章和YouTube教学影片 这是因为低价值内容不仅是最难解决的 AdSense合作规范违规问题 尤其是对新手而言 而且目前有许多网站都因为低价值内容而被拒绝获利 如果你在Google AdSense的社区中 浏览了大量与低价值内容问题相关的帖子 你会发现大多数网站有许多相同类型的内容 正如我在这个影片中提到的 低价值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普通科技 新闻 医疗 虚拟货币 外汇 运动 关于某某是什么的内容 诗歌或激励语录 如何赚钱的教学 产品评测 联盟行销 工作申请等等 就拿这个健康内容网站 当作低价值内容的首个例子吧 在这网站的主页上 可以看到有些内容属于健康类 而有些是医疗内容 例如肾脏修复 肝脏损害 过敏等等 还有 这个关于我页面只说会提供最好的内容 但是连作者的信息与资历都没有 请问作者是医生吗 请问他隶属于医疗领域吗 连作者的基本信息都没有 那还为何要相信一个 无权威网站提供的医疗建议 而不是来自真正的医护人员的专业建议呢 况且 医疗保健内容属于 生活与财产相关的领域 为了保护所有用户和广告商 Google AdSense在批准有关 YMYL内容的网站时会设置很高的门槛 当中包括提供健康医疗 与金融理财建议的网站 因此 在这个例子中 有这种关于我页面的网站 是不太可能开通AdSense的获利资格 更何况这些所谓的医疗建议 都缺乏足够的可信度 此外 你可以看看这些内容的标题 绝大部分都有语法错误 更何况是文章内的语法错误 应该也不少 内容有一些小的语法错误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出现如此严重的语法错误 导致内容无法阅读 在Google AdSense眼里 可是不能容忍的失误 因此 当时Google AdSense 不批准这个网站的原因应该有很多 第一 不可信的医疗保健或医疗建议 第二 缺乏可信度和编写此类内容的资格 第三 一堆语法错误 最后 这个网站未经任何同意 将用户重定向到垃圾网站 我接下来要向你展示的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低价值内容例子 那就是有关如何赚钱 在线收入或如何在家赚钱 等内容的网站 通常 Google AdSense 会毫不犹豫地将赚钱 标记为低价值内容 如果在搜索引擎上搜索 如何赚钱等关键词 网上有很多类似的内容 而且它们的内容都有些相似和普遍 这些内容提到的赚钱方法 都是大同小异的 像是写博客 制作YouTube影片 投资 交易虚拟货币 交补习班 联盟行销 提供网课等等 既然现在网络上都充斥着赚钱的内容 那为何 Google AdSense 应该批准一个能够轻松找到 类似且普通内容的网站呢 别因为 Google AdSense 检测出赚钱内容 而拒绝你的网站后 则怪他人 这就是所谓的自食器果 除非你能在你的网站上 删除所有这些低价值的内容 否则别认为 你的网站可以在 没有高质量内容的情况下 能被 Google AdSense 批准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优质内容 而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这里有个小提醒 这是一个主观的话题 每个人对优质内容的格式 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你可以将我的解释 视为你的参考之一 我也希望我的讲解 也能够帮助你 如何写出高质量内容的教学 将包含在 博客 Google AdSense 教程系列的第15部影片中 你可以在我完成这个影片后再观看 根据我的经验 你在网站上应该发布许多文章 每篇文章的内容 都应该有超过800字 并且该内容应该有良好的组织结构 你的高质量内容 也必须是信息丰富的 准确的 原创的 独一无二的 且没有严重的语法错误 此外 图像在段落之间的使用也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在提高你的内容 可读性的同时 使你的内容更可靠 我刚才说的优质内容要求 并不是硬性的 我这一篇博文大约有200到300个字 但Google AdSense 仍然批准了我的Blogger网站 这是因为其他剩余的博客文章 都是高质量的内容 或者至少从AdSense的角度来看 它们是可以接受的内容 此外 我也使用其他来源或网站的一些信息 但我使用了一些写作技巧 像是重新措辞和重组 收集到的所有信息 这样一来 我不仅让我的内容成为所谓的独特和原创 而且还确保Google AdSense 不会因为低价值内容 或在包含复制内容的屏幕上 展示Google投放的广告错误而拒绝我的网站 在Google AdSense批准你的网站之前 你应该牢记以下三个提示 永远不要写禁忌内容 避免低价值的内容 只写高质量的内容 这就是优质内容篇章的所有总结 观看这两个AdSense教程影片 能让你了解更多有关于优质内容和低价值内容问题 所以现在你知道什么是高质量内容的简单格式和几个特征了 那么你知道网站通过AdSense获利审核需要的最少文章数量是多少吗 许多希望在网站上通过展示Google AdSense广告赚钱的初学者 可能在脑海里都有同样的问题 那就是获得Google AdSense批准所需的最少文章数量是多少 如果你查看不同网站或论坛中给出的答案 大多数都大不相同 一些YouTube创作者声称他们的网站只有10到12个帖子 便通过了Google AdSense的批准 同时Google AdSense社区的一些产品专家表示 一个网站上至少应该有40到50篇博文 才能提交AdSense的获利审核申请 那么你应该相信哪个答案 而Google AdSense批准网站所需的最少文章数量到底是多少呢 还是先提醒你 这也是一个主观话题 因此请将它视为你的参考之一 依我看来 你在网站上应该撰写的博客文章的最少数量 应该介于15到20篇之间 但是我不能保证你的网站在写了足够的文章后 能够获得Google AdSense的批准 但你应该尝试至少写15到20篇文章 当然越多越好 并在等待AdSense回复的同时继续发布更多内容 在我最早的Google AdSense的教学影片中 我一共向Google AdSense提交了两个获利审核请求 而当时我网站上文章的数量分别为5篇以及12篇 第一次审核申请因为高价值广告空间 无内容问题而被拒绝 顺便说一下 无内容问题从2021年10月开始 被更名为在不包含发布商内容的屏幕上展示Google投放的广告 尽管此前所有5篇文章都已被索引 但AdSense仍然拒绝我的网站 因此当时5篇文章绝对不足以让Google AdSense批准我的网站 不久之后我想Google AdSense提交了另一个审核请求 而时间点是我在我的Blogger网站上发布了7篇预先翻译的博客文章之后 当我在等待Google AdSense的第二次回复时 我在我的Blogger网站上翻译并上传了另外4篇博文 而所有这些文章在发布后数小时至数天内 都被Google抓取并编入所以 在我提交第二次审查请求的4天后 16篇博文就帮我完全解决了无内容问题 一周后我最终让Google AdSense批准了这个网站 主要是因为成功解决了另外一个AdSense的合作规范为规问题 不在这个AdSense教学系列中的其他两个网站 分别在有17篇文章和19篇文章时 开通AdSense的获利功能 同时在Google AdSense批准威洛斯博客网站时 它一共有22篇博客文章 根据这些已经被Google AdSense批准的网站 它们绝对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像我一样 在博客上至少写15到20篇文章后 才能获得Google AdSense的批准 但我认为15到20篇文章属于最低文章数量中最安全的范围 以获得Google AdSense对你的网站的批准 除此之外 网络或YouTube上还有许多Google AdSense教程 总是告诉你要持续发布更多内容 但它们没有告诉你的是 无论你写了多少博文 如果你忘记一些重要的事项 Google AdSense会不断拒绝批准你的网站 我曾经看到一些网站写了20多篇文章 甚至50篇文章 但由于某些政策违规 它们仍被Google AdSense拒绝 那么你了解为什么Google AdSense 依然有可能拒绝一个网站的获利申请 尽管发布的文章已经超过最低数量的要求吗 听好了 你在为网站写文章时需要达成两个要求 否则无论你写了多少篇文章 都无法解决任何AdSense的合作规范违规问题 并让你的网站开通AdSense的获利功能 第一个要求就是你所有的文章或帖子 都需要被Google抓取和建立 所以意味着你的内容需要出现在Google的搜索结果中 此外你的文章在Google Search Console的状态 必须是以提交 且以编入所隐 而不是其他像是以发现尚未编入所隐 以抓取但未编入所隐 或者是无某某服务器错误的状态 只要你的文章与内容没有被Google收录 Google AdSense会一直拒绝你的网站提交的获利申请 而AdSense提出的理由 是在不包含发布商内容的屏幕上展示Google投放的广告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新网站写了如此多的文章 但依然会被Google AdSense拨回 只因为他们都没有透过Google Search Console来检查文章的收录状态 这两篇文章和AdSense教学的第六期影片 可以帮助你了解如何让Google所隐你的文章 以及已发现尚未编入所隐问题的解决方法 关于我如何修复无内容问题的过程 出现在AdSense教学系列的第九和第十期中 之后我也会大概谈谈这个回归问题 尽管你的网站拥有超过15到20篇文章 而且全部都已经被Google收录 但这都不足以让你的网站通过AdSense的获利审核 除非你同时完成第二个要求 那就是网站上大部分文章属于高品质内容 我已经在前一章讨论了高质量内容和其他相关主题 我在这里便不再追溯 因此本章节的总结是 想让一个网站通过Google AdSense批准 所需要的最低文章数量 应该介于15篇至20篇文章 还有你需要确保超过8到9成的内容 不仅属于优质内容 它们还必须被Google抓取并成功建立所以 正如我所述 当你在写高品质内容时 在文章段落之间使用图像 不仅能够让内容看起来可靠 也能让你的内容更易于阅读 即使你可以在谷歌上找到很多图片 并且你也可以下载喜欢的照片 但你不能直接在网站的文章中使用这些图像 只因为几乎所有的照片和图像都受版权保护 使用有版权图片除了可能会导致你的网站 被Google AdSense拒绝之外 在最坏的情况下 如果有人向你提出DMCA删除通知 你的Google AdSense账号也可能会被停用 为了防止Google AdSense拒绝你的网站的获利审核申请 请不要在网络下载任何版权图片 并在你的网站文章中使用它 相反的 你可以通过输入带有免费字样的关键字 来找到一些你想要的免费的无版权图像和图片 此外 一些图片或影片素材网站如Pixabay Pexels BounceFlash 都有提供一堆你可以自由使用的免费照片 并且你只要在需要时提供一些署名即可 此外 如果你有能力 你可以使用一些工具创建自己的图像或插图 像是Canva或是Photoshop 这样你就不必再担心版权问题了 但是 Google AdSense并不十分关心你使用的图片 除非有人对你的网站发出DMCA删除通知 否则只需确保你使用的图片与文章的内容相关 并且它们都不牵涉在AdSense发布商政策中禁止的内容 那么在AdSense审核你的网站时 就不会有什么事情了 我将在下一章讨论AdSense对于网站的流量要求 准备好迎接接下来会令人震惊的小数据哦 对于想要为网站开通AdSense的人而言 网站日均流量是另外一个关注点 而且在网络上有许多问题都和AdSense的最低流量要求有关 比如 当你在谷歌浏览器上搜索Google AdSense批准需要多少流量时 第一个搜寻结果表示 最好在日均流量超过100后才为网站申请Google AdSense 但这并不准确 因为Google AdSense对于一个网站的流量并没有设置任何最低要求 无论一个网站每天有成百上千的访问者 或者每天只有一到两个访客 Google AdSense会在不考虑每日流量的情况下 公平公正地评估一个网站的获利资格 此外 网站的流量并不会影响Google AdSense如何审核一个网站展示AdSense广告的资格 只要你不购买会为网站产生无效流量的流量机器人就没你啥事了 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质疑我的解释 但让我用真实的屏幕录像回答你 因为事实胜于雄变 不是吗 我在这里向你展示的是Google AdSense发送给我的电子邮件 这个邮件显示他们批准了我的名为威洛斯的Blogger网站 并且该网站已准备好展示AdSense广告了 截至当天晚上8点10分 该Blogger网站上有22篇已发布博文 而总浏览量仅为215次 在Google Search Console中 这个成效图表显示这个网站只有4次点击 那么你现在是否还认为流量能够影响一个网站获得AdSense的批准吗 30分钟后 也就是当天晚上8点40分 我收到了来自Google AdSense的另一条回复 AdSense通知我 我的日文博客网站 Axaroxo也有资格展示Google广告赚钱了 与我在刚刚在Blogger主页上展示的一样 这个日文博客网站有28篇博客文章 总浏览量仅为79次 这还不到威洛斯Blogger网站总浏览量的40% 一个流量极少的免费网站 仍然可以被Google AdSense批准来展示广告赚钱 是不是会刷新你的三观呢 除了Blogger网站的最低流量或总浏览量 你还应该注意Google Analytics中显示的数据 Google分析中有4种主要类型的流量渠道 它们分别是自然搜寻流量 直接流量 推卸连接流量 以及社群流量 你确实需要大量自然搜索流量 来保持网站的发展并从博客网站中获利 但Google AdSense在审核和批准网站时 并不在乎网站流量的种类 再给你们看看证据 AdSense在批准维洛斯博客网站之前的30天内 只有22名用户访问它 自然搜索流量仅贡献了20% 并且是排行第三的流量渠道 同时 这个数据显示该网站的大多数访客是马来西亚人 但实际上其中一些是我在尝试建立网站时的访问 所以访问我网站的真实用户可能低于22 然而 我当时并没有为Axeroxel Blogger网站设置任何Google分析账户 但是你可以猜猜看 到访我的日文博客网站的用户总数究竟有多少 尤其是Axeroxel的总浏览量 还少于微弱斯40%的总游览量 总结就是 除了无效流量 无论是网站的日均流量 还是自然流量的多寡 都不是一个网站获得Google AdSense批准的因素 但它们的重要在于 让你能通过网站内容赚钱的同时 保持网站的持续发展 现在让我们进入下一章 那就是Google AdSense申请被拒绝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向Google AdSense提交网站审核请求 高兴 紧张还是放松呢 如果你对此感到高兴 在此我先为泼你冷水而感到抱歉 因为Google AdSense总是拒绝大多数网站的审核请求 而你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当Google AdSense完成审核一个网站后 它们会向你的Gmail账户发送一封电子邮件 来通知你获利创收申请的审核状态 这是在一个网站不符合合作规范时 被Google AdSense拒绝的实例 在你收到此拒绝回复后 请不要做一些愚蠢的事情 例如截图这个消息 并在Facebook群组 Core或Google AdSense的社区中询问其他人 此外 不要在未完全了解 你网站上存在的问题的情况下 快速向Google AdSense提交另一份审核申请 这完全没用 你所做的只是浪费自己的时间罢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处理 Google AdSense申请被拒绝的逐步教程 你仔仔细细地边看边学吧 在这封电子邮件中 AdSense表示他们已审核你的网站 但他们认为这个网站 尚未准备好展示AdSense广告 如此出所述 你必须访问Google AdSense账号中的网站列表 才能确定AdSense在你的网站上 发现的确切合作规范违规行为 如果你的网站被AdSense拒绝 在AdSense网站列表中 此处的状态将显示为需要注意 点击网站下面的显示详情 它应该会提及AdSense 在你网站上检测到的一项或几项违规行为 但是 如果你的AdSense网站列表 与我刚刚显示的不同 或者AdSense账号的侧边栏呈灰色 且无法点击 那么你可能无法找出Google AdSense拒绝你网站的确切原因 我可以给你的建议是删除你的旧AdSense账号 特别是如果你使用的AdSense账号 是在2021年之前注册的 并使用新的Google AdSense账号 提交另一个创收获利审核申请 例如 我在2019年底注册了这个Google AdSense账号 但是无论我何时向Google AdSense提交审核请求 无论是2019年的申请 还是2021年的申请 这个AdSense账号的主页依旧保持不变 永远的只是提到我的网站上存在一些违规行为 那时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情况 所以我使用了一个新的Gmail账户 为我的Blogger博客网站注册一个新的Google AdSense账号 很快的 Google AdSense就批准了我的博客网站 而且还是用新AdSense账号提交的第一次申请便通过了 因此 有时就的AdSense账号可能是Google AdSense不批准网站审核申请的原因 你可以阅读这篇Google AdSense的教学文章 来了解如何永久删除你的Google AdSense账号 然后你可以观看博客Google AdSense教程系列的第七部影片 这是关于如何在2021年末注册Google AdSense账户的最新教程 这样注册AdSense账号就大概能显示在网站检测到的政策违规行为 在Google AdSense最终批准我的威弱斯Blogger博客网站之前 他因多次违反政策而被AdSense拒绝了四次 在这些拒绝中 AdSense在我的网站上总共检测到四项违反政策的行为 这些政策违规行为分别是 高价值广告空间 无内容 有价值的广告资源 尚在建设中 在不包含发布商内容的屏幕上展示Google投放的广告 以及网站行为 导航问题 除此之外 我的网站上也有潜在的低价值内容问题 关于我如何解决这些AdSense政策违规问题的详细步骤 都已经呈现在博客Google AdSense教学系列的第八到第十一期里面了 你可以看看 我是如何在这些影片中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的 但我只会在此处提及这些违规行为 以及解决方法的摘要 高价值广告空间无内容在2021年10月更名为 在不包含发布商内容的屏幕上展示Google投放的广告 或简称无内容问题 所以这两个违规行为是同样的 这两篇教学文章可以帮助你了解更多 关于高价值广告空间无内容问题 这个问题会出现是因为你的网站没有足够的文章和内容 来展示Google AdSense的广告 即使它提到了低价值内容或有价值的广告资源 尚在建设中问题 但它们并不是导致违反政策行为的真正原因 所以到底如何解决 在不包含发布商内容的屏幕上展示Google投放的广告呢 你需要做的就是确保你已经写了至少15到20篇博客文章 其中超过80%到90%是高质量的内容 此外 你必须确保你的所有博客文章都被Google抓取并编入索引 在Google Search Console中 它们显示的状态应该是以提交并编入索引 其他状态如已发现尚未编入索引是不可接受的 除了刚才的两个AdSense教程 无内容问题都出现在这三部影片 此外 这两篇教程博客文章可以指导你解决已发现尚未编入索引问题 并帮助你更快地为你的网站或博客文章编入索引 接下来 我想谈的下一个违反政策的行为 就是有价值的广告资源 上在建设中以及网站行为 导航问题 依我看来这两个违反政策行为有点相似 尤其是在链接方面 只要你的网站包括每个页面和文章 有任何未完成的设置或断开的链接 它们将被Google AdSense检测到 在Google AdSense中修复 上在建设中或网站行为 导航问题也算是容易的 解决方法就是对你的网站进行全面深入的检查 无论是通过手动检查或使用一些在线网站工具都可以 然后你必须确保你的网站上 没有损坏的链接或死链接 而且所有链接都需要将用户 重定向到正确的网页或站点 还有最后 所有小部件都必须在你的网站上正常运行 这就是我如何在这些博客 AdSense教学影片中 修复这两个违反政策的问题 最后 我的网站上也存着潜在的低价值问题 因为我认为低价值内容被重新归类为 无内容问题下的政策违规行为 但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这样 是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政策违规行为 如果你的网站因缺乏价值的内容问题 而被AdSense拒绝 我可以为你提供三个解决技巧 永远不要写禁忌内容 避免写低价值内容 还有只写高质量的内容 你可以回看之前的优质内容一章 来了解Google AdSense喜欢的 高质量内容的基本结构和格式 在我解释了我遇到的 所有AdSense政策违规行为后 本期影片的最后两章 分别是 收到AdSense回复所需的时间 以及一个网站 获得Google AdSense批准的难易 在大多数情况下 Google AdSense审核一个网站 所需的时间 大概在几天到两周之间 就如我在博客 AdSense教程系列的 第十二部影片中提到的那样 如果你已经等待了 二到三周以上 但AdSense仍然没有回复 你的审核请求 那么你可以开始 为你的网站做一些检查 比如 你需要确保 AdSense代码正确地 放置在你的网站上 并且网站上的 ADS和Robots Text 也必须正常运行 若想了解更多 有关于AdSense审核申请的流程 和审核时长的资讯 你可以观看我提到的 这个第十二部影片 在进入完结之前 我想说一个 有点争议的事情 那就是一个网站 获得Google AdSense批准的难易度 我可以说 几乎所有Core Reddit 甚至Google AdSense社区的 在线用户都表示 现在网站想要开通 Google AdSense的获利功能 变得困难得多 在某些情况下 确实如此 尤其是当Google AdSense 不断更新其政策和法规时 甚至许多 AdSense产品专家 也这么说 但我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依我看来 现在任何网站 都可以很容易地 获得Google AdSense的批准 即使是一个 刚成立不到一个月的 新网站都可以 就拿宝可梦 当作最后的例子吧 基本上一个网站 想要获得Google AdSense的批准 就像挑战四天王和冠军一样 也就是宝可梦游戏中 最强的训练师或挑战者 如果你是这个游戏的新手 或者以前从未接触过 一些关键信息 你可能无法在最初的 几次尝试中 成功挑战他们 然而 一旦你成功击败了四天王和冠军 你就会发现 在完成游戏后 反复战胜他们有多么容易 第一次破关是为了完成游戏 之后挑战四天王与冠军 只是把他们当刷钱ATM 如果你还不能理解 我在这里的意思 就好像每个网站 获得Google AdSense批准的难度 都是一样的 但由于经验不足 新手要让Google AdSense 批准他们的网站 会变得相对困难 还有 Google AdSense 已经降低了一些障碍 和限制减轻了 例如 AdSense已经删除了 每个文章三个广告的限制 年性广告限制 以及网狱年龄超过 六个月的要求等等 更何况从2020年中开始 所有Blogger博客网站 都不需要先获得资格 就能注册一个Google AdSense账号 来展示广告了 并且从2021年末开始 Google AdSense账号 在注册时都是功能期权的 此外 YouTube和Google上 有大量Google AdSense 教程文章和影片 让你可以从其他人的错误 和成功中学习 你正处于能够让网站 简单获得Google AdSense 批准的好时代 因此 如果你的网站 未开通Google AdSense的活力 那是你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 一个网站 想要通过Google AdSense的审核 并没有那么难 但前提是 你在建设网站时 需要坚持走在 唯一正确的路径 即不断在网站上 发布高质量的内容 这就是我想在这个 Google AdSense教学影片中 分享的全部内容 无论你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你随时在留言区提问 如果你在获得Google AdSense 批准网站时 遇到一些问题 像是多次陷入 某些违反政策的情况时 希望你留能下 你的网址与遇到的问题 我都会提供一些免费的建议 顺便说一下 一旦我的YouTube频道 拥有一千名订阅者 和超过四千小时的观看市场 我会在这个YouTube频道中 选择一位订阅者 并且提供一份奖励 如果你是被抽中的那个人 我会免费帮助你 获得Google AdSense的批准 只要确保 你有点击订阅按钮 点赞和评论 任何与Google AdSense相关的影片 就有机会参加这个幸运抽奖 同时 我也在这影片里留下了几个线索 你也可以再找到它们后联系我 这些线索能够让你有更多机会 免费获得Google AdSense的批准服务 下个影片 也就是第十四部教学 将会是如何在网站上 设置Google AdSense的 手动广告与自动广告的教学 而在第十五部教学里 我将会展示几个高质量写作的小技巧 左边是博客Google AdSense教学的播放清单 而右边的播放清单 是其他有关Google AdSense的教学 那么这个教学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个影片 再见